台九县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南澳道和平以及河中道大清水路段 将在109年1月6号的下午4点开放通车 为了提高台九县苏花公路的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 公路总局办理台九县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分为苏澳道东澳、南澳道和平以及河中道大清水三个路段 苏澳道东澳的路段已经在107年2月5号通车 而南澳道和平以及河中道大清水的原路段 列为第二阶段的通车路段 通车之后将可提供宜花地区居民一条安全、可靠而且环境永续的道路 公路总局将在109年的1月6号上午邀请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主持通车典礼 初期只先开放小客车以及大客车行驶 最高的速线为60公里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